雷电也能成为资源 我国为什么要主动引雷 雷电储存真的能行吗 雷暴天界来临时 闪电划破天地 雷声震耳欲聋 乌云密布的天空瞬间被照亮 科学家从中得到启发 雷电也是电 为什么人类不能将它收尾使用 我都不说 这个想法很大胆 因为雷电十分危险 毕竟一条闪电 就可能携带十亿伏特电流 百年古术都会被它劈成焦炭 更何况是脆弱的人体呢 但人类具有冒险精神 喜欢挑战一切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历史上出现一列又一列的引雷实验 有雷电的秘密逐渐被冒险者揭露 而我国紧跟时事 也打上雷电的主意 于1974年展开第一次引雷实验 如今雷电被科学家认定为 具有潜力的自然能源 越来越多的国家想攻克存储雷电 利用雷电的技术 这不仅让人好奇 如此不稳定的雷电 真的可以被当成电力资源使用吗 雷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神话故事里 雷和电是分开的 它们一个是雷弓 另一个是电母 但从科学角度来看 雷电是同时出现的 当于光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 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 所以 人们往往是先看见闪电 才听到雷声 不得不说 大自然还是挺贴心的 让胆小的人在雷声来临之际 可以及时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那雷电从哪里来呢 目前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说法是离子流 该说法认为 空气中存在许多正负离子 当大量乌云聚集 天空局部的水蒸气密度变大 导致正负离子之间形成电位差 等水蒸气不断增多 电离子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便会放电 而雷声则是电压击穿空气时产生的爆炸声 而且云朵里的电流还会顺着水蒸气传到地面 形成闪电 有了解 一条闪电的功率开明一座小型核电站 但遗憾的是 雷电出现的时间很短 且很不稳定 但还是有科学家不甘心 想把雷电存储下来 上个世纪60年代 就有美国科学家对此进行实验 结果让人遗憾 雷电它不是咱们的常规电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放电过程 比起咱们平时用的电压 它更像是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 而且不同的雷电放电的频率也不同 科学家从中难以找到规律 加上没有绝对的绝缘体 盛放雷电 所以目前为止 人类对雷电的利用 仅处于萌芽阶段 不过 幸好科学家们认真研究了雷电 不然许多高楼大厦 极有可能像古树一样 被雷电击中成为焦炭 碧雷针的诞生保住了许多建筑 目前来看 雷电对人类的伤害 比它的利用价值还大 最了解 许多森林火灾 都是因为雷电引发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雷与天气 咱们也得注意安全 例如 电闪雷鸣时 最好不要打电话 看电视 也不要站在高处 引起雷电注意 有条件的话 最好待在 具有壁雷效果的建筑里 那如果很不幸 在户外遇到了雷电天气 该怎么办呢 第一 不要靠近高树或者山体 它们容易成为雷电的目标 而人若是靠近 则会被雷电沐伤 第二 不要撑散 因为金属做成的散 很容易成为引雷针 第三 不要奔跑 让两腿之间形成致命的 跨步电压 比较有秀的措施是 双腿并拢蹲下 双手抱住膝盖低头 穿好鞋子 远离一切金属物品 一般来说 雷电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大家去野外踏青 最好还是提前看看天气预报 毕竟雷电也会批人 最后问问 大家还知道哪些避雷技巧 欢迎来一起唠唠